哈囉大家好!歡迎回來我們的頻道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新加坡工作面試 影片中會包括當初我是怎麼樣知道這份工作 然後當初怎麼樣跟獵頭互鬥 還有當初跟公司主管的面試過程 還有面試完之後怎麼談薪水跟福利 還有報到前我是怎麼跟公司的HR互動 確保自己可以正式報到 那首先就是先秀整體的流程給大家看 然後大家就是可以看到就是中間有跟很多不同的人 還有單位交涉 那我們全程呢都是email加電話溝通聯繫 就是我沒有飛過去面試 這就是全程都沒有見到本人 一切都靠通訊軟體來聯絡 所以其實重點我會覺得是在於 要確認對方有聽懂自己要的 很多時候都是口說無憑 所以今天這支影片就會跟大家分享要注意的細節有哪些 以上這樣子的流程大概經歷了多久的時間 就第一通跟獵頭的電話是3月底 其實4月就面試了 5月就已經確認結果了 但我最後報到日我是押9月1號 那是因為我有一些個人的行程安排 我很想去英國看溫布頓網球賽 那我也就是跟公司說 這個行程是在更寧面試之前我就已經翹號的 所以我真的沒有辦法提早 所以他們本來想要你大概什麼時候去啊 如果5月就確認了要你的話 他原本是希望我可以7月1號 所以月又太趕了 對 所以大概就沿著他兩個月這樣 那你那時候有覺得沿著兩個月有可能就會沒有offer嗎 喔對我覺得這個就是心態 可能要交代一些background 因為那時候我是沒有想找工作的 我那時候才剛結束外派的工作 我其實是想把心思放在準備出國留學 我想要趕得上最後一波 當年秋季入學的申請 所以那時候3月我打算要去做申請入學的準備 突然接到獵頭的電話 所以一切是來得很措手不及 而我的心態就是去面面看去聊聊看 如果沒有上那就算了 我繼續申請學校 那結果一切都蠻順利 所以竟然還真的被錄取了 到錄取後才很認真去思考 那我就是真的又要回到職場 然後這次還是要換地點去到新加坡 所以變成左右擱置了我的留學計畫 那當時有覺得 下一份工作要多有吸引力 才會讓你又想要終止 想要留學的這個行程呢 我其實沒有設任何的quiteria 因為當時的我是沒有想要工作的 就是當時我其實就想 然後準備留學 結果他竟然突然又跑出了這個offer 所以有點是說 我就是有點看著辦 為什麼會做這個決定 是因為面色感覺還可以 然後公司是我很喜歡的品牌 然後加上對方開的薪水 還有最後坦承的福利 都有超出我的預期 然後我也沒有去過新加坡 所以才覺得好吧 那就是give it a try 既然機會都來了 那一開始跟獵頭互動的過程呢 起因就來自Linting 就是他是透過Linting找到我 那我說其實超驚訝 因為我的位子就設在台灣 我也沒有特別設在國外 就他竟然還會撈到我的資料 就覺得Linting的大數據 真的是不可小覷 然後他就說 他那邊有一份某知名公司的JD 覺得很適合我 那問我是不是open to work 的狀態 然後其實我當時是沒有 就是我才剛結束 很累的外拍工作 可是就覺得 機會來了就是去聊個天 所以我就說 我還是很有興趣聊聊看 然後是在電話的過程 他才跟我說 其實我們公司就是 無印良品啦 但是他在JD 是都沒有提到公司的名字 然後他就有確認一下 我在前一份工作做的工作內容 然後確認得還蠻細的 他會問說 那你在柬埔寨是做什麼 是升館 那你在印尼還是升館嗎 就是他其實我覺得他是 會一直去探究你在那個階段做的工作 是不是有符合 他在Linting看到我的樣子 應該說是他跟你打電話前 他就已經很認真的看過你的資料了 一打來你就會覺得 他已經問題準備好了 就30分鐘其實蠻intense的 最後的10分鐘開始收尾說 喔 經過通通電話 他還是覺得我很適合這份工作 因為前面有點像是 他在問我的感覺 確認我是不是qualified 是不是他想找的人 對 然後後面10分鐘 有點像他在賣我這個職缺 就他希望我可以跟他說 好 我願意 proceed 你有興趣 對 對 所以後面就跟我說 公司很是 就是很世界知名品牌啊 然後薪水絕對優於業界 然後加上 在新加坡也對你的career life 是很有幫助 就看你願不願意再挑戰等等的 所以他最後就有問說 那你聽完之後你還有意願嗎 有的話 就請給我你的最新版的CV 然後他會幫我forward給公司的主管 是因為他這通電話 然後開啟了往後的面試流程 因為像我遇過的是 他很想要賣我這個職位 那如果我很有興趣 我就好像會在後面的10分鐘 promote我自己 有點相反 那關於Lindy呢 我們之前有拍相關的影片 就是如何讓獵頭 更容易看到你的個人資料 都歡迎去參考看看喔 街頭就幫我抄好了一個日期 跟公司的主管進行線上視訊面試 那對方那時候派了兩位主管 一個是大主管 一個是直屬主管 一位是日籍主管 一位是新加坡籍的主管 面試當天呢 是全程都是英文面試 欸 為一提 所以獵頭是用英文嗎 喔 獵頭也是用英文 可是獵頭是華人 電話面試有趣的地方 就是一開始我們一定都是講英文 自我介紹也是講英文 但是後面要開始了解這個人的時候 他就切成華語了 面試長度約為40分鐘 其實40分鐘不是一個很長的面試 但是我覺得過程我們算是都圍繞在 我之前的工作經驗在聊 對方會很好奇 我之前在工廠做了什麼 跟工廠各個部門互動 是到什麼程度 因為他們所想要找的人 是非常有工廠經驗的 他們會對我有興趣是因為 我之前工作件事 我都base在工廠裡面 所以他們就會有一個畫面 你覺得說這個人如果他是在工廠裡面上班 然後做管理職的話 他一定很了解工廠內部的運作 那加上我們那時候 印證的部門是管理布料 不管是備單 餐巾 任何跟布料有關的都是我們的產品 那我上一份是做成衣 所以也算是產品也是有相關 那面試也是從請你自我介紹開始 對面試就是一個簡短自我介紹 我就大概準備了一分半鐘的自我介紹 那你會怎麼樣在這一分半鐘呈現你自己 因為我自己的自我介紹我都是 就是我都會講我在上一份工作 平常負責什麼工作一句話 達到了什麼成就大概兩句話 自己覺得自己的最大的優勢 一兩句話 然後大概最後的收尾就會簡短提一下 那我對這個職位很有興趣 是因為我過去有誠意經驗 Muji一直是我很喜歡的品牌 所以我很想知道他們的Supply Chain是怎麼運作的 如果可以從工廠端來到Customer Side 我覺得對我的職雅是一個Step Up的加成 就是兩會主管都有自我介紹 講他們在部門負責什麼 講一下他們對這個位置的期許 希望他可以是一個解決危機的人 很會臨場反應的人 要很細心 要能夠單期日本公司跟新加坡分部 溝通的潮流 你有因為這場面試 跟兩位主管的面試 更了解那個工作職位嗎 說實在沒有耶 他們就是期許這個位置可以扮演什麼角色 但其實沒有告訴你 你一週四十個小時是怎麼去分配 講不出來 他們不去講任何你的Daily Word 其實我那時候就是 如果你們有看我別支影片的話 我那時候就有覺得這是一個警示燈 因為我就發現 來面試兩位主管都會在講很High Level的事情 人格特質的事跟 在未來你或許會遇到的一些難處 那他們就會反問我 好假如遇到工廠 一直延交期 請問你會怎麼處理 那這題因為我以前在陳怡場 一天到晚都遇到 所以我就回答的還蠻自然的 又或是他們會問說 因為我們很常被客訴 然後他就會說 那你要馬上回覆這封客訴信 你會怎麼樣收集資料 那你會怎麼樣回應 他們就想要知道你做事的邏輯是怎麼樣 但是他們完全沒有講這個位子 具體進去後每天要做什麼 然後負責的是什麼 完全沒有提到 但是我自己就是要承認我當時 不夠周全的地方 其實我當時也可以很大方的問說 那可以請你們跟我說 這個位子大概一個禮拜四十個小時 每天大概在做什麼 那我當時就是有點為了和諧 我就沒有那麼想 我兩個主管都在賣一個夢想 然後如果你覺得 好像太夢幻了 很想知道有點現實 然後就會戳破那個泡口 就是我有點 我以前的不好的地方 就是我覺得我太會堵空氣 就兩個人在那邊賣到口墨很費 那你現在突然要問他說 請問這工作會加班嗎 然後或者是你突然問他說 請問這工作會一直整理讓醫嗎 就是不好意思去問這種 這麼practical的問題 可是其實後來回想起來 就覺得沒有什麼不好意思 就是如果在意的話 當下就要問 那你會覺得他們在面試的過程中 他們也覺得你是很適合這個位置的人 他們也有點在賣這個職缺的人 有欸我有感覺到 所以是為什麼我後半部 就一直沒有辦法問一些比較實際的問題 因為我有感受到他們的熱情 那這個也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其實你在面試的過程 你一定會察覺一些事情 如果你當下就有點覺得 欸哪裡好像不對勁 或是哪裡我不夠清楚 就不要猶豫 一定要馬上問 就是面試就是想要60分鐘決勝負的事情 因為你錯過了 你可能就沒有惡面了 或是今天跟你面的人 下一場面試也不一定會出現 你可能就問不到 那下一個階段呢 就是過幾天之後 我就收到獵頭發來的錄取通知信 上面就會講薪水 然後還有福利 然後首先薪資的部分 我之前就有說嘛 這超出我的預期 已經有點受寵若驚了其實 但是我就有注意到一點 就是我在新加坡 因為你是Local Hire 所以住宿是沒有補助的 那因為我查了一下 房租本身會佔你每個月花費很大的部分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有跟獵頭說 我希望可以爭取看有沒有住房津貼 就哪怕只是一部分也好 就是我覺得這樣可以 增加我想要relocate新加坡的意願 之前在別支影片也有提到 其實那時候獵頭有點覺得 哇就是這個package已經這麼好了 然後你怎麼還會想要再申請住房補助 因為他會覺得Local Hire 本來就沒有人在補助住房 大家都是自己張羅自己找啊 就哪怕你今天是外國來的 可是你的本質上其實就是Local Hire 但是因為這個就要回到我的心態嘛 因為我前面就有說 我那個時候是沒有打算要馬上去工作 我其實是想要去念書 所以我那時候也會覺得說 如果我真的要再投入職場的話 那這份offer我一定要談到我滿意 不然的話我就是可以say no 所以我就覺得那時候的底氣其實滿足的 講的話也會比較有自信 因為如果我今天是很急著很急需這份工作 或許我就會怕說 是不是因為我提這個要求 他們覺得我獅子大開口 然後就不要我這個人選也不一定 就是店頭是不是也會在跟你交涉的這一個 conversation的過程中 會讓你覺得你不要去要求太多啊 那一位有讓我這樣覺得欸 就是package這麼好 公司這麼有名氣 看起來就是一個對我有利無害的offer 然後我怎麼還會覺得不夠 可是他還是很專業啦 表達完他的意見之後他還是說 喔不過我還是會去問問看公司 去爭取看看 所以獵頭的角色也蠻神秘的 就是他也不像公司內部HR 都是站在公司那一邊 可是也不會站在你這邊 他真的就是一個第三方 一個broker 對就是一個broker 獵頭在我簽完合約之後他就會退場 就會換公司的HR出場 因為在這之前公司的HR都沒有出場過 我一直都是跟獵頭在對的 那確認了之後呢 公司的HR就要處理後面的行政流程 那因為我是外國人 所以他要幫我頒簽證 前面講的他要幫我張羅住宿 然後他還會關心我說有沒有什麼想問的問題 就比較私人的事情我都可以問他 他都會蠻熱心 然後那時候我們也是交換WhatsApp 再來聯絡 這邊呢就是想要提醒大家 就是如果你也是一樣從台灣要去國外工作的話 就一定要跟公司的HR很謹慎很仔細的做確認 對方沒有一直發信通知你的話 自己就要主動一點 就一直發信去確認 一直發WhatsApp去確認 就是千萬不要覺得說 好像要讓對方覺得自己一直催給對方壓力 其實就是要給對方壓力 不然的話就是你很容易為一些 小小的行政流程沒有安排好 就沒有辦法再你想要報到的日子報到 因為新加坡大家很關心就是簽證嘛 我那時候沒有拿到最高等級的EP 那公司給我的理由是 申請SP比較快下來 然後EP要找很多文件 還要等 不一定能夠順利在我9月1號 就發給我 就是我沒有很在乎是什麼樣的工作簽證 就是我也沒有計劃在新加坡待很久 但如果你是在乎的人的話 一定要跟HR談清楚 可是公司本來要你7月去 他本來就沒有打算幫你辦EP了 你都已經多給他兩個月 然後他還是告訴你這個答案 那就代表他原本要你7月去 就更不可能幫你辦成EP 那當時就只有跟公司有一場面試而已嗎 喔對 只有一場 超級有效率的 40分鐘決勝負 再度降調 我們也是在那40分鐘之後 就會決定要不要搬家去新加坡耶 其實也是個很大的決定 回過頭來看 也沒有人可以問這公司怎麼樣 沒有 完全這公司很小 整個公司是20個人不到的公司 網路上根本沒有資料 然後去Google Map也查不太到什麼情報的程度 Google Map 對啊 我就去Google Map搜尋這間公司的名字 然後知道他在哪裡 可是他沒有網址 也沒有Logo 就看起來超怪的 然後我還去就是無垠的官網 確認有這間公司 然後那個地址是有MAP的 以上就是很多人都想了解的 新加坡工作面試 與怎麼樣跟獵頭交涉的過程 那如果你有任何關於新加坡工作的問題 都歡迎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們 如果喜歡這系列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分享按讚訂閱 下次見 掰掰